画面上这个基隆美食连针芋泥球 让来访的日本吴氏府会首长都吃得很开心 感受到基隆美食的魅力 市长谢国良在民政处长张元祥 姐妹是促进会理事长陈士斌等人的陪同下 亲自欢迎姐妹是吴氏的到访 双方互赠纪念品 市长谢国良表示 感谢吴氏的参访团全程参与中原季放水灯游行活动 日本吴氏的市长说 这次来到基隆也对海鲜美食留下深刻的印象 很感谢他们昨天在中原季放水灯游行全程的参与 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广岛 广岛这个吴氏过去以工业著称 那现在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港口 所以在这方面未来希望有机会能够多造访 增加两室的商务跟姐妹室的一个交流 非常感谢他们能够到来 对于这个基隆的美食非常非常的感动 从昨天市长所设宴的这个晚宴上面 一开始就每一道菜都非常非常的惊艳 那其中最惊讶的就是这个海鲜派 这个真的是这一辈子从来不曾品尝到过的 所以呢在未来希望也能够像这个谢国良谢市长那样子 能够对本市的自己的本市的这个美食呢 投出这么样高度的热情 这一次基隆市姐妹市分别来自韩国跟日本四个城市 这四个城市的市长副市长及各级代表 前来他们的感受对基隆第一个印象是非常的友善 而且也是一个海鲜美食之都 特别在跟市长会面的时候 见识到市长年轻的活力 在我们中元季的夜晚感受到市民的热情 我想这一次的中元季活动 增添了我们很多的光彩 感谢姐妹市四个城市一起的到来 希望每一次的所有姐妹市的到来 都可以得到我们基隆市的进步跟市民的青睐 那个三个城市 第一个城市就是我们吴市 公股 还有八代市 那这三个日本友好城市的那个市长 也邀请我们在实业份 或者他们明年的实业份 跟市长跟议长都有说要去互相撑还 这次的他们来参加以后 我们也很愉快地招待他们 他们也觉得我们这次很热情 市长谢果良表示 很高兴透过基隆在地的文化活动 和无事进行交流 未来也期许两世之间 有更多的合作交流机会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我们一起立会看看 感谢观看